有公屋, 有天下 住到公屋代表你人生的大贏家 以上的對白 是很多網民經常說的 雖然有人覺得公屋很棒 但最近有網民唱反調 說有些公屋的屋邨很垃圾 最近網民熱話 嚴選18區最垃圾的屋邨 幾天內有六百多個留言 不是說屋邨多垃圾 而是說屋邨的配套垃圾 差不多區區也有上榜 如果是怎樣為止垃圾屋邨 其實餐廳也少了 你來不開都那兩個集團 你連很簡單M字頭那間店 你這裡也沒有 其實很多東西也沒有 要去就要去很遠 對… 唯獨近就近醫院, 那有什麼用 當然不乾淨, 到處骯髒 巴士經常等很久 沒有雞檔, 菜檔只有兩、三檔 生果檔只有一、兩檔 究竟網民提到的屋邨 是否真的那麼垃圾呢? 一起看看提名編團 二一號, 候選屋邨 灌塘安達村, 岸泰村 聽網民說, 安泰村這裡 是出名大風的 今天來到這裡 終於感受到有多大風 好風, 就連傘也鎖不住 這兩條村都是在山上 雖然網民也有批評這裡很吃風 不過這兩條村被提名 還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垃圾升降機 原來兩條村的主要出入口 都是要靠降機去連接 所以村民上班、上學 每天都要浪費時間等升降機 其中安泰村這裡的升降機 有十多層高, 真是非常誇張 會否覺得不方便? 也會, 因為單一升降機 變成有壞的時候 真的排得很長的路 為何只有這兩部升降機 整個村裡這麼多人 其實也不平衡, 不平衡 我們多數走樓梯, 因為今天早點 為何多數走樓梯? 快點, 而且可以運動一下 但上來就不可以 放學的時候特別多人 等得很久 我現在就在安泰村 試試不搭升降機 走這條超長的樓梯 究竟要多久? 開始計時 時間過得這麼快 這麼快, 一分鐘, 差不多 走來走去都這麼高 為甚麼? 這條樓梯真的很長 已經兩分半鐘了 終於爛完了 好開心 原來還有 糟了 劈子 阿楊 真有趣 真有趣 acements 好 熱 但現在真的不想坐也要坐 無非不想朝六點多起床排隊等升降機 試過最久, 等了多久? 我最久?20分鐘左右 因為有一次升降機壞了 所以我們等的時間就暢了 聽到村民這麼不滿 區議員說會向有關部門爭取 希望改善現況 短期之內, 我們完善交通網絡 增加巴士的路線之外 我覺得長遠的時間 都需要去增建我們的行人升降機 甚至乎在我們行人的扶手電梯 方便居民可以接駁到四項區 甚至其他區域 2號候選屋邨, 荃灣象山村 提名原因, 網民說它垃圾位置 象山村位於荃灣東北部, 遠離市中心 平時沒有什麼車可以進去 這個月還再減少了巴士線 出入極為格洩 網民說它是老人村 先看看, 真是有很多老友記 不過, 象山村有一個位置 足以令全村自豪的 就是這個天井位 是不是熟口熟臉呢? 每年中秋都有人在掛滿燈籠 吸引人來拍照 令象山村可以每年中秋都威一支 三號候選屋邨, 大埔富亨村 提名原因, 網民說垃圾交通 富亨村位於大埔紳士鎮北部 位置偏遠 網民自嘲, 這裡是大埔孤島 一共有三大罪名 罪名一, 沒有接駁巴士 大埔有很多條村 都有免費接駁巴士 連接港鐵站 但是富亨村開村 31年來也沒有 我們富亨村是差不多最入 就算港幅村去大埔火車站 其實這麼短程 也會有接駁巴士提供給它 但是為什麼我們富亨村沒有呢? K巴我們這麼多年 港幅村、富善村都有免費的 我們這麼多年都要付錢 罪名二, 巴士路線小 整條村平時主要只有三條巴士線 一條就是去大埔區港鐵站 一條去尖沙咀 一條去機場 如果要去其他區 就要去大埔中心 雖然有巴士可以去大埔中心 但是巴士太疏了 你去任何地方, 旺角也好 荃灣也好 你都要走去大埔中心 你說要走多久? 我想也要走十分鐘 有些老人家也不太不方便 根本沒有車過去 你測去一邊, 也是那一句 你等不來的車程 我已經能走過去了 在大埔中心有很多車可以轉駁 或者在這裡交駕駛 但我們過去其實很辛苦 你看, 根本沒有遮蓋 你還叫我走去那邊嗎? 你知道嗎?我自己也打不上遮蓋 罪名三, 巴士車程內 這個罪名特別針對港鐵站的71號A 這條線車程2.5公里 理論上很短 但雖在等車和塞車的時間長呢? 家人真的試過半小時才上巴士 就算車程上去, 試過半小時 才能到貨車站 就是這樣, 踩單車比坐巴士更快 什麼?踩單車可能比坐巴士更快 等我立刻計時, 看看是否真的 開始 為了測試, 踩單車快還是坐巴士快 我們決定搭一次71號A 整程的巴士接近全直路 不過中途有四個站 算上等車, 全程真的可能要半小時 其實沿路踩過來也是單車徑 挺好踩的 單車徑在馬路旁邊 中途要下一次車, 走過馬路 其餘路段都是以直路為主 看看巴士那邊 沿路有七個燈位 不斷等一等, 真是等得很猛 好了, 到了大埔虛站了 看看我花了多久 先踩單車, 踩過來 我真的花了十二分鐘就過來了 巴士呢?要15分鐘才到 算上等車, 隨時要半小時 想不到單車真的比巴士快 四號候選屋邨, 深水埗習安邨 提名原因, 垃圾線食 習安邨位於深水埗北面的大窩坪 位處於山丘之上 是深水埗地勢最高的屋邨 網民說這裡什麼都沒有 特別是沒有食物 我們下午開始在這裡到晚上 整條村, 大部分舖位都下閘 全村只有一間餐廳 沒有街市, 只有超市 裡面有很多老人家買東西 都不太方便 是, 你平時怎麼買菜 我平時星期六天去買一車 一晚就買一個星期 這樣?這樣很重 對, 沒辦法, 超市的東西又貴 還有士多人吳芳多 是 只有一間餐廳 原來這裡以前有東菇亭熟食檔 不過2005年已經結業 改建為文魚康樂室 原本也有街市 但是隨著商戶搬走 2007年已經結業 變成成大進修中心 自此之後, 這裡就沒什麼食物了 是這兩年才開一間餐廳 不過晚上九點就關門 九點後, 全村不能睡一間便利店 不過到了十一點 便利店店員竟然準時拉閘餐廳 我原本以為這間便利店 開24小時的 但原來跟它的名字一樣 開早7點, 晚上11點? 如果開24點就最好了 雖然村民諸多不滿 不過我們發現, 以上幾條村 其實也不太差 起碼條條村到風景優美 環境清幽, 絕對是養生之選 說這麼久, 究竟是哪條村最垃圾呢? 條條村各有特色 鬥得難分難解 唯有用回我們台一貫的處理手法 就是打鑊